長期在外資圈工作的我們政化兄 大概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對台灣今年是最大的熱點 救災半導體 因為中國已經大概 狹千斤萬馬之力 要對台灣這一塊有一些大的動作 所以這一次紫光趙偉國來 嚴重上他已經揭開這個序幕 就告訴你我準備要吃你 台灣當然就是說很多人覺得 現在與其要跟他拼 不如你就融入他 這是一種講法 但是兩岸的關係 就這一次在馬錫衛當中 其實最大的核心點就是 兩岸關係到底如何走到一個新的定位 如果沒有談到一個比較具體的發展的話 對台灣來講 台灣會怕為什麼 半導體是台灣發展半個世紀的 最核心的產業 大陸這一次來很可能兩年 就把台灣的整個半個世紀 累積的基業全部掏空了 所以這個在目前這個時空背景下 比方說 今年我們看到 入月光病細品25% 然後這一次這個紫光在拿 立成25% 現在長電也準備要吃下新科金棚 新科金棚的台灣紫光叫台新科 這個大家都在插息 所以後面如果再到蓮花科 這個效應是非常大的 你怎麼看半導體產業在這一次中資大軍來襲當中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到底後面會有什麼新的變化 OK 以中資來講 他們當然從去年他們就有一個計畫 就是說要把半導體視為國家重點發展項目 他們是說從進口的角度來講 半導體的進口甚至已經超過了石油 所以他們認為要 減少所謂的這個逆差的狀況的話 一定要把半導體的國有化的速度增加 另外當然半導體對於國防工業等等 都有很大的一些影響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中國大陸 目前很積極發展的一個部分 紫光從去年開始 其實就不斷的做一些詬病的動作 但是其實它現在 說實在它在有些地方也是碰壁的 它一開始一定是先從歐美找 他們的步驟大概先分幾個 第一個先找原本中資在海外的公司 所以當然當時的展訊跟瑞迪科 還有一些其他的 一些相關的一些小的IC設計公司 都被私有化 被紫光或其他公司買回來 第二個部分 他們就是想要直接去買美國的公司 想要利用景氣不好的時候 去美國撿一些便宜 但是很遺憾 他們其實在這方面動作稍微晚了一點 如果是在2009年 當時在整個金融 假設胡錦濤溫家寶這個4萬億 不是拿來做投資房地產 而是拿來買美國的半導體 我相信他們的狀況會比現在差很多 所以他們那時候說要去買 美光其實沒有辦法買到 因為美光有很多美國軍用的 一些低潤也在裡面 所以這個技術他們是不會賣的 另外你看一看到 他雖然很風光的宣稱 他買了WD的15%的股權 但是其實這裡面他也是虛的 意思是說他15%股權 那裡面都已經名文寫了 他不會進董堅寺 他沒有經營權 然後他也不會有任何的技術轉移 然後他還付了50%的溢價 去買WD的股票 其實有一點感覺是有錢任性 就是硬要吃的感覺 但其實沒有拿到多少好處 所以他在美國這邊吃了幾次憋之後 現在開始回過頭來看台灣這個地方 當然他第一個挑的就是 在中國這邊曝顯 不能說曝顯 就是營收比例最大 當然就是聯發客 聯發客當然這兩年 其實也在中國遇到了 所謂職光集團 包括特別是展訓的 一個很強大的競爭 以所謂的競爭壓力是來自於說 中國他們會有一些所謂的保護政策 他的保護並不是說 到底展訓賣得多便宜 什麼關稅保護這些東西 他對一個直接的保護 比如說中國移動 我現在要招標新的手機 我現在聯想也好 這些手機公司 你每個公司送 五個手機過來給我看 你要來搶標 其中一個或兩個 至少要用所謂的本土晶片 這時候他們就會選擇一個 當然華為就選海思 其他可能就會選到展訓 這個東西的意義是說 原本聯發科不怕展訓的競爭 不管你價格就算低個10% 20% 他不是很擔心 因為在R&D的狀態下 你用展訓的平台 你會花掉非常多的資源 他的平台不夠穩定 然後BUG很多 對於這些廠商來講 我花這麼多的R&D資源 最後只拿到這麼一點點 很便宜10% 算一算不是很划算 所以其實展訓之前價格 雖然灑得很低 但是並沒有很明顯的市占率起來 可是如果是中國移動 強制你說你一定要放一兩個 本土晶片在裡面 我已經RD資源放下去了 都已經做了 接下來價格就很重要了 所以忽然這一兩年 特別是今年下半年開始 你看到聯發科的毛利率 壓力變得非常的大 因為展訓的東西 被人家這樣子硬 Tune了兩年之後 終於良率也穩定了 東西也OK了 然後純粹比價格 當然聯發科的價格壓力就來了 所以我覺得對聯發來講 他現在一個很大的壓力是說 能不能夠 比如說在中國移動招標的時候 把他也視為國產晶片的一部分 這樣的話 他跟展訓就是平起平坐 以平起平坐的狀況 他的東西 相對於展訓來講 還是有一些市場競爭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聯發科一方面他也需要 當然紫光在美國碰壁之後 他也另外一個地方找突破 找到台灣 所以才會看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deal 目前是這樣的一個運作狀況 我想這個運作上 中國大軍開過來之後 對台灣其實這個他不會鬆手 所以未來的半導力產業是 會曝曬在中國的併購壓力當中 這個其實 聯發科原來股價是不會動的 但是這一次紫光的 這個大軍開過來之後 他就一下子從227塊 漲到303.5 所以聯發科原則上 在這一波不是因為基本面好 是因為消息面的推動之下 他展現一個新的股票上漲的力道 這當中其實我們功課兄 對基本面研究非常深刻 最少台股到目前為止 聯發科公布第三季的EPS 大概5.09 今年前三季是13塊多 相較於去年前三季 242塊9毛3 大概衰退四成左右 他股價大概跌了五 六成 這個就是在大陸的 手機經費的低價殺價當中 毛利率顯然是往下殺的 另外台積電的第三季的狀況 其實還可以 大立光是第三季 EPS達到62.17 這對台灣來講是空前傑後 為什麼 大立光62.17 前三季是129.99 這個在歷史上從來沒看過 所以我們如果用三家 這三家這個 揭露季報的公司來看台股 公公兄 我想你長期對這個 有很深入的分析 來跟我們解讀一下 首先我們跟大家報告一下 剛剛社長跟投資長 所講的聯發科 我們先看一下聯發科的數字 聯發科的股價事實上 在2014年表現並不是相當好 原因在哪裡 從這個圖大家就可以看出端倪 聯發科的營收的數字 雖然看起來是很好看 但是用累積營收的一個 成長的數字來看 它事實上2014年它事實上是在遞減的 到了2015年 整個這個年度年初到現在為止 它事實上是-3.03 1到11份最新的這個數字出來 所以很顯然的聯發科的這個 營收的成長動能在2014年 已經有出現停滯的這個現象 到了2015年甚至出現 這個小幅衰退的現象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危機 我們再看一下 它的實際的一個這個後利數字 實際的後利數字 剛剛新社長已經跟大家講了 就是說今年的一個前三季 大概是第三季是5.09 5.09 濟增率事實上還是成長了 但是很抱歉 年增率它是互40.18 大概互成長四成的 但是我們看一下 最近兩三年的一個 這個季度的EPS的一個變化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聯發科到今年的第三季 加上今年第三季 它的這個季度的一個這個數字 事實上已經開始出現這個互成長 它一個年增率已經連續 三季的這個互成長 所以這個導致聯發科的這個股價 一定會產生壓力的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是我們台灣的 算是半導體裡面的 相當強的一家公司 但是同樣的 它在今年度 也是出現同樣的這個問題 營收事實上 在今年上半年還表現得不錯 但是從第三季開始 它已經開始 也出現高檔的這個停滯 所以我們從累積營收的 這個年增率的實際的數字 任何的投資 我覺得還是要用這個實際的數字 下去做解讀 會是比較客觀的 去年度的這個 2014年的整年度的 營收的年增率達到27.77 事實上是表現相當好 今年度的1到9月份 它10月份的這個營收數字 還沒有公告 可能在禮拜一或禮拜二就會公告了 1到9月份的一個營收年增率 是18.45 看起來其實還不錯 但是很抱歉 它跟去年的營收的年增率 27.77比較起來 它也是呈現一個這個營收動能 沒有辦法再繼續往上走 今年的股價就沒有辦法 像去年那樣的勁道那麼猛 沒有錯 這個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股市它其實是在表現 就是它在這個 呈現未來的一個成長動能 或是它的一個獲利的一個成長性 只要你的成長性 是比過去還低的話 股價可能就會下修了 因為你的成長率還不錯 然後就會給你一個 很高的本益比 我們再看一下大力光 大力光的情況是 比前面兩家公司 坦白講它是好很多 它累積營收年增率也是下滑 就是說它的成長動能也是 下滑沒那麼多 對 但是下滑沒有那麼多 它事實上它的獲利表現 其實大力光在這三家公司裡面 算是相對的比較穩定 但是很抱歉 它其實還是有 就是說營收動能 也是出現這個往下滑 我必須要特別提 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大力光 它事實上本業的 獲利性的表現 還是相當好 但是業外收益 尤其在第三季 業外收益 剛剛謝市長一開始就講 9月底的台幣收盤的一個匯率 是33.115 大家要記得這個數字 所以在今年年底 只要台幣匯率 沒有攀高到33.115以上 很抱歉 第四季上市貴公司 在第三季 你有承認這個會對收益 可能在第四季 你可能就要吐回來一部分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 第三季稅後淨利 上市貴公司會比較明顯的成長的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大力光這一家公司 前三季的營業利益 事實上還成長了43% 所以是相當好 但是它是低於前兩季的 一個成長的速度 所以它其實成長的動能 已經有稍微的減緩 所以另外再加上 它今年的營收的 禮金營收年增率 已經是比去年一整年來得低 一樣 去年大概是成長了 將近67% 今年大概到目前為止 大概是成長 一到十月份最新的數字出來 大概是成長接近35% 其實也是明顯的往下在走 所以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我們看一下 它是實際的營業利益 營業利益就是把這個業外的 匯兌收益給拿掉了 它事實上到了第二季 就已經有開始 已經出現減緩了 也就是說本業事實上是還不錯 所以它這次股價跌得凶 對 但是成長力 事實上沒有以前好 公共軍還有一個宏達電是不是 對 宏達電我再給它看一下 很多人都問我 他說宏達電有沒有救 對 我們再看一下 宏達電這一家公司 我們看一下它長期的 12個月營收趨勢線 其實一直都是往下 到過去往後推 大概是將近三年的時間 一直都在往下 今年累積營收年增率 事實上它戶的這個數字 是還在擴大當中 所以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實際的數字呈現出來 它是沒辦法騙人的 除非它未來新的機種出來 是不是能夠開創新的一個市場出來 它的銷售量是不是能夠真的 出乎大家預期的好 否則這家公司並不會 因為它的股價緩彈多少幅度 它的企業價值就有太大的一個變動 因為股價它是市場短期性決定出來 企業價值才是一家公司 橫廠的一個價值 好 我想郭厚兄在 用最客觀的數字來給大家解讀 這個是非常有參考價值 所以紅大電這次的上漲靠肆 肇事 但是最後一定要拿出成績單 否則的話將來會非常辛苦 包括這一次這個TPK 一次性的資產減損193.9億 也是嚇了大家一大跳 但是大家看禮拜四它漲停板 其實大家對這個數字還是要有敏銳的 也就是它在一次性的資產減損裡面 大概減掉189億左右 它的大概本業應該是虧得4億多 所以是比預期中稍微小一點 但是演奏上前三季都是虧損 所以在都是虧損的狀態之下 股價100塊演奏上也不是很便宜 所以大家在看到TPK的效應 背後還是要對裡面的資產減損的內容 要好好深入去研究 像包括這個毛利率 像最近紡織那個利勤 漲到220幾塊了 關鍵的來講 利勤第二季的毛利率49.9% 相較於大利光47.36% 或台積電48.8% 演奏上這個紡織業有這種高毛利的公司 它股價比較容易脫穎而出 所以毛利率這種變化 包括它的營收的累積成長或衰退 我想郭后兄那個圖表 給大家帶來一個很好的示範的效果